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猪猪随味玩 今天玩一个一到两人的游戏 其实一人最佳 我们两个人来玩一个 美式地下城闯关的Rugelike游戏 叫做迷你游侠 我跟信徒两个人玩 大家都知道信徒非常喜欢美式游戏 确实 这是一个合作 我不是很喜欢合作 但是今天我觉得一个人太无聊了 教训信徒一起来闯关这个地下城 这个游戏目标很简单 我们一共有四层 十个回合 十个回合 如果打死boss我们就胜利了 如果在中途死掉我们就失败了 这个游戏有很多小扩展 首先它有一个诅咒声渊扩展 加了一些牌以及传说卡牌 就是一些随机世界会变得更好玩 这次我们加进去 还有个小扩展 古老之神只有三张牌 因为太少了 我们这次就不加进去了 还有一个闪耀宝障扩展 这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我们一张奖励牌 哇 变成了闪卡 单纯的变得更加的绚丽了 把一些卡牌变成了闪卡 但是拍出来 可能大家有点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也不加了 我们就选择自己的人物进行战斗 有一些素质 大家都耳熟能详 经验生命互奖等等 我这次是一个骷髅兵 我骷髅兵天生就被诅咒了 如果我受到诅咒的话 我会有一些攻击加成 很牛逼 我是女祭祠 擅长给别人治疗诅咒 这不是跟我相冲突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治疗诅咒 治疗一下 我还有失去自己的带量的血量 造成对方更大的伤害 我们手上一开始有两个头子 一个是地层头 一个是角色头 地层头决定我们进行的条目 角色头 首先一个是一些造成伤害的 第二个它5和6 代表我们某项检定成功了 6还是一个暴击 如果说我伤害打出6点的话 我还可以再投一下 如果再打出6点再投一下 可以一直加上加上去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一开始我们右下角会设置4个BOSS 设置9张牌 其中一张牌是BOSS 我们要探索之前 先要看我们的牌是怎么样子 然后我们决定 这样这个绿色是信徒 紫色是我吧 我们先探索第一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受诅咒的遗物 是一定要拿的 我们两个人身上最多带一件物品 以及拿了之后一定要受诅咒 我反正已经受诅咒了 要不我就拿走吧 你拿走吧 我就拿走了 以后可以去商人或者祭坛 喷泉的地方卖掉它 我们还加上巧扩展 就额外任务 我们先投个头子 如果在我们探索中间 完成某个任务 我们可以获得4点经验 当我们升到6级的时候 我会多一个头子 升到18点经验的时候 我还再多一个头子 以及我们可以扣点经验 或者扣2点生命 让我们重投一下 那我们来投一个吧 6 击杀死一个头目 太简单了 我们一定会击杀头目的 等一下 好像是一击杀死一个头目 一击杀死一个 简单简单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个探索 在探索之前 你可以触发你的效果 然后我可以治疗你一下 对不算了 他算了 我们可以看 可以去武器库 或者去触发一个陷阱 我们也可以分开走 你已经有物品了 你肯定不去武器库了 要不你去踩陷阱 我去武器库 为什么不能一起去武器库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踩陷阱呢 是啊 它有概率成功的 有奖利 对 如果我遇到蝙蝠群 并且成功的话 我还可以获得 扣点经验值 好 我去走陷阱 那我 我其实也想走陷阱 我也过来 我想要治疗你 那首先我来投了 那我投一个项目 看我会遇到什么 我遇到了蝙蝠群 我投一个 我也是蝙蝠群 我们来是一个地方 但是我被诅咒了 所以我要投我的诅咒投 如果投到骷髅 我这个点数会减1 2 2 我变2了 我失败 失败的话 我会减一个食物 并且致盲 致盲的话 我等一下就看不了两张牌 我只能盲选一个 一开始有两个食物 剪硬食物 我来 我回首一个食物 上来就很不利 并且致盲 你也致盲了 致盲了 我们只能二选一了 我们接下来只能往右走 或者往下走 那你想往哪走呢 我要不往右边走吧 可以 我跟你一起过去 空荡荡的避难所 一看就很好 你投个地成头 看看会触发什么效果 并且如果没到死血的话 可以回到死血 还挺好的 不错 1 4 牧师的避难所 我们要进行一个检定 如果说检定的话 检定成功可以加1或者减1 3 无所谓 我也不变 我就加两点的经验值 我去的是务室的避难所 我可以获得神圣药水 或者是生命药水 生命药水能回六年血 但是我们现在致盲了 我们需要解除我们的状态 我选择要神圣药水 然后消耗它 我们致盲状态解除 而且是一个人 我们现在在香港 40 100 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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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